复兴航空客机坠河事件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路透社 今日美国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主要国际媒体 纷纷以快讯持续追踪后续情况 许多艺人也留言祝福 这次航空飞机失事消息 在7月中 比较48人死了 在台湾的坏海洋上的坏海洋 在昨天的坏海洋上的坏海洋 及时报道 台湾飞机失事消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已头版报道 复兴航空台北撞桥坠河多人死亡 包括路透社报 今日美国报快讯 英国广播公司 华尔街日报 法国费加洛报 印度斯坦时报都对这起事故进行及时报道 BBC一篇文章标题为 复兴航空蓝天鹅CIA以及重回天空 写到早期复航军用包机执行轰炸任务的背景 并说两次空难将重创复航事业 另外艺人林俊杰 刘若英 大S等 都在脸书或微博留言祈福 艺人桂伦美沉重地说 今天是悲伤的日子 复兴航空坠机意外 为死者莫哀 为生还者祈福 有网友把坠毁的画面传上网 两小时就有五万人次点阅 外国网友都被这惊人的一幕所震撼 还有人认为飞机飞得这么低又歪斜 机长驾驶可以闪过这么多陆地上的民众 是不幸中的大幸 电影末日预言飞机坠毁 现在不幸场景发生在现实的台北市 争分夺秒救人也考验救灾单位应变 而核实查明事故原因持续受关注 新唐亚太监视江紫阳编译 新唐亚太监视江紫阳编译